欢迎收看日日游楼看,我是吴彩盈 今年的卖地成交作价都偏低 最新载有启德第二A区大型住宅地 由长实以低市场股值下限超过两成中标 每尺楼面地价只是6100多元 重返启德区2014年5月的地价水平 今季卖地表上最具规模的供应 上星期截标反映不错的启德第二A区大型住宅地 虽然面对楼市气氛转淡 仍然顺利批出,不过中标价就低得惊人 地政总署公布,由长实出价大约87亿 击退行地,汇德峰等五个对手奪得 每平方尺楼面地价只是6138元 比市场预期的下限大幅低了两成三 长实执行董事吴家庆就说 对今次以相宜的价钱中标感到非常高兴 预计兴建中小营单位将会受到欢迎 为集团带来理想的回报 翻查资料 长实去年3月首次在启德插旗 投得的四伊区住宅地 当时楼面地价高达15800元相比 市价一年多地价足足跌了六成一 第一件事楼价是明显回调的 就算检测会数据到10月都已经跌了10.5% 第二个因素就是看买楼的速度 一个月里面的一手楼是只有300多钟买卖 变上你会觉得无论是价格或成交量都跌了 相对份上会比较普遂一点 之前可能拿货拿得少一点的 更加有兴趣现在的时间去投入那个市场 今次地价大幅低开 他就认为反映政府愿意紧贴和配合市况调整 避免再有楼标事件 参考启德现在的屋苑 不少二手赤价都站稳2万元以上 有跑道区的新盘 近日更加以破纪录的4万元赤价成交 今次面粉价急跌 对同区将来的楼价又有什么影响呢 麵粉市场和麵包市场是两个独立的市场 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六七八三十八元 那我应该卖的时候就卖一万七百元 但其实如果市场是回暖的时候 其实都不会去到这么低的水平 就不要对楼价的跌幅的期望太大 因为你看到现在的楼价 我相信开始进入最后那个缓调的阶段 项目轮近宋王台站 由三幅独立的地皮组成 总楼面达到140万呎 足够发展1750个单位 众标的发展商也都要负责 兴建地下街连接宋王台站 计算今次的项目 详实由2020年年中开始 已经在香港众标七幅土地供应 涉资超过367亿 是近两年最积极投地的财团之一 无线电视辅广传报导 帕奥庄系列新盘开始录得预租成交 以第一期为例 一房的单位比较受欢迎 至于项目第三期 早前需要拆卸重建 有区内的代理就说 未见有影响第一期租学的信心 早前卷入拆楼风波的大围站 帕奥庄项目 当中帕奥庄一和帕奥庄二 都开始录得预租成交 帕奥庄一今个月陆续入伙 11月至今录得45宗租务成交 单计12月就有30宗 平均赤租45元 当中以一房的单位最受欢迎 占整体租务大约六成 月租介乎14000至16500元 平均赤租46元 两房和三房的赤租进一步下降 分别是40和39元 今个月租金最低的单位 是属于2A座中层E室 实用面积322尺的一房 月租14000元 赤租43元 业业主买入价大约693万 计算 租金回报大约2.4厘 至于项目第三期泡澳装3 早前需要拆卸重建 有区内代理表示 未有影响第一期租客的信心 对这一批一期的租客来说 其实就完全没有影响 一来的期数不同 二来今天起楼 其实最吵的打仗 其实都已经过了 所以其实他们住下去 都不受任何影响 反而他们就期待 明年年中 楼下的商场入伙 希望商场开通之后 令区内的民生也好 或者的衣食住行也会令到更加方便 而第二期泡澳装业 预计在春年2至3月入伙 新近已录得一宗预租成交 是来自7A座中层衣室 实用面积大约260尺 开放式间隔 业主最初叫租15000元 其后减价2500元 以12500元租出单位 拆租大约47元 业主在2020年以607万买入单位 享有大约2.5厘的租务回报 另外 啟德区短期之内 都有不少新盘即将入伙 包括Monaco Grand Monaco 和维港一号 亦都开始陆续入伙 其中维港一号 至今录得三宗租任成交 月租介乎16000至16800元 平均赤租36元 最新一宗是来自1A座中层D室 实用面积大约440尺 两房间隔 月租16800元 折合尺租38元 业主在去年以超过1,110万买入单位 租金回报只有1.8厘 至于Monaco和Grand Monaco 由于还未正式入伙 租务成交未算次热 暂时只录得一宗成交 是属于Grand Monaco 1A座低层B室 实用面积大约960尺 月租4万元 赤租42元 香港年轻人难以负担本地公安的楼价 为了协助他们上车 政府发表青年发展蓝图 并且有机会在下年度再推出首置项目 对于这个做法 学者有什么看法和建议呢 政府发表青年发展蓝图 希望为年轻人带来希望 促进社会持续跟进青年发展 长远令香港成为青年发展型社会 政府将在下年度再推首置项目 协助年轻人上车 都是很努力地增加住屋的供应 至于首置那里 为什么我们也认为一个可以帮助到 或者有利到 有希望去置业的年轻人呢 其实以我们的数据来说 是超过八成这个计划的申请人 都是40岁或以下的 所以我们相信如果能够推出这个 重推这个计划 其实年轻人也是很受惠 有学者认为政策最终 会为楼市带来什么影响 就要看看政府今次的计划 除了一贯的方案之外 会不会引入其他协助上车的方案 看看它在这个subsidies怎么用 如果subsidies用在 眼点是私人市场 那对私人市场一定有间接直接的帮助 不论大与小的 但是如果你说好像居屋形式的 就是好像租业那些 似乎就未必一定对私人市场的帮助那么大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它要买的是指定房屋 不参考过去首节计划是协助超出申请居屋资格 又未能够负担私楼 在香港从未拥有过物业的人 超过八成半的单位 申请者是四十岁以下 售价大约是市价的六到八折 入息和资产上限比居屋白表高三成 单身申请人现在的亏限是 入息大约三万三千元到四万二千九百元 资产最多一百一十几万 同类项目换言移居 四百九十三个单位在2020年落成 以市价六二折和七折分期出售 其余三个项目换言移居移旗 安达神道项目大亨西村重建 最快明年推出 母线电视 佐恩宁报导 先休息一会 回来置业有法 会找来律师讲下 买家在不知情底下买入了事故单位 有没有权追逃呢 回来节目时间 一般情况下 准买家都不希望买入事故单位 透过什么方法 可以得知家屋的历史呢 作为地产代理 又有没有责任披露 听下律师怎样说 买家是人生大事 因此不少买家在选择单位的时候 都会了解清楚单位的历史 包括单位的一些借款记录 有没有特别欠款 业权是否清楚 但除了这些资讯 还有一些物业的信息 都是买家非常关注的 包括单位是否曾经是事故单位 但这些资讯在查测的时候 都不能够在资料上找到 若然不小心购买了这些事故单位 又能不能够推翻原本的交易呢 凶宅在香港暂时没有确实 或者是法律上的定义 只不过一般我们理解 就是死于非命 或者是他杀 或者是凶杀 自杀都可能 都觉得是一个凶宅 但法律上又没有文明的规定 如何是凶宅 虽然在坊间也有很多凶宅的网 那些当然是网主自己认为 是发生了什么事 他觉得是一个凶宅 一般我们理解 都是一些非自然的单位 尤其是如果是一些 上了一年纽纵的单位 通常都可能有人在里面病过 或者入医院 或者在单位里面 过身都不顶 这些一般都未必算是凶宅的 律师说不少买家 对事故单位的定义不同 而部分买家更不能接受 在事故单位的旁边居住 因此律师认为 买家在购买单位前 应该详细问清楚 很多时候如果是一个准买家 他比较上避忌 或者很关注这个问题的话 其实他都可以定名 他的理解是什么为之凶宅 他有两种做法 要是直接问业主 或者地产代理 另外他当然可以自己去查 或者他都可以在合约 譬如他可以直接问业主 或者地产代理 就说在这个单位里面 有没有发生过一个 凶杀、明案、自杀的案件 如果他说到明话 就知道这类是他所比较关注的 主要有没有人病死过 如果他真的很紧张的话 应该都写明 有没有人在这个单位里面 是因为病而过身 他写到这么准确的问题 都可以的 就视乎业主 或者地产代理 如何去回答他 但是很多时候 他如果是很紧张 整个楼层 他应该问 这个楼层的楼层 有没有发生过 即是类似 他觉得是凶宅的定义 再不是他还可以广阔一点 就是整个屋苑 或者他那幢大厦 有没有发生过 这一类死于非命的例子 而作为地产代理中介 在协助买家买物业的时候 亦都有责任为买家 查清楚单位的一些历史资料 现在其实地产代理 都对于物业 它要进行开门七件事 就是基本上 这个物业的一些业权上 譬如说他的年期 使用用途 面积等等 对这些资料 地产代理 代表业主 都要公开给准买家 但是 是不是一个空宅的话 暂时就不是一个 必须要披露的资料 所以如果 纯粹一个单位 就算发生了凶案也好 关不关注这个问题 可能因人而異 有些宗教的背景 可能就比较紧张 就是某一类的凶案 有些可能就没有所谓 所以 除非准买家 是特别去问 业主或者地产代理 或者要求 要写在 臨时密密合约里面 有没有发生过 什么的名案 如果是没有查询 或者没有要求写下 业主是没有主动披露 这个责任的 连地产代理都没有 需要就着这个 空案去披露给准买家 所以如果准买家 比较很关注 很紧张 或者很避忌 这些空案的话 其实准买家 可以在签临时 买卖合约之前 就要问清楚 业主 最好问业主 其实有时 地产代理的资料 都在业主那里来 如果直接问得到 业主 或者要地产代理 直接向业主询问 律师认为 为了保障买家 在查询业主的时候 应该以文字记录 方便日后有需要的时候 作为证据 得到一个答复 而答复最好都是书面 因为有时口头都会 不是说得很清楚 究竟可以说那些什么 如果有书面的答复 或者现在很多社交媒体 都有些文字式的通讯 如果一个通讯的记录 或者直接在一个 临时买卖合约 写到明此单位 没有发生空案 或者此单位 由它落成到现在 都据业主所知 从未发生过空案 如果是写到明 在一个临时买卖合约 避免了日后的争拗 当它卖出的时候 如果它明知有空案 而跟准买家说 没有空案 或者照它所知 没有空案 但它实际上已经知道 这个我们就叫做 一个欺诈性的失实陈述 本身这个陈述 没有空案 已经是失实的 以及签了正式合约 而买家已经给了钱 它因为买了空宅的时候 去到银行的案件 可能又少了 或者它本身 如果明知一定有空案 它一定不会买 然后它的损失 就是它买了一些 它不应该 或者它不想买的单位 而这个过失 是因为它业主的 误导或者失实陈述 而引起的 依然能够判断 业主所给的是一个失实陈述 那买家就能够向法院申请 推翻正式买卖合约 以及追讨赔偿 如果买家也会有损失 比如说它给了引花税 或者它已经给了律师费 或者它已经做了一些行径 想要搬屋 自己原本的组织都取消了 那如果买家也有损失的话 还可以因应业主的失实陈述 它可以追讨业主 除了取消交易之外 还可以追讨损损失 这个损失的赔偿 英文叫damages 是买家可以追讨的 作为一个买家 我们应该如何分辨 业主的回应 是否一个失实陈述 那个失实陈述 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叫欺诈 就是业主都明知 是有这些空案 不过它不说 或者叫地产代理 不要说 说了很难找客人 这就是欺诈性的失实陈述 这个可以推翻险药 和最多赔偿 另外第二种的失实陈述 就是疏忽性的失实陈述 就是说 它应该一个合理的人 可以找得到 譬如很多空窄网都有 业主自己又不去查 当然他自己未必知道 但如果一查就会见到 因为这些事实陈述 还有一种不小心 或者我们叫无辜式的失实陈述 即是说 可能是有一个空案 但没有什么资料可以测试到 即不是在空窄网上 立刻找就找到 这类的 如果你不是很细心去找 是找不到这些资料 当然很细心始终都会找到 因为发生过一定有些记录 但这些记录可能是 一些很偏满的东西 或者没有什么人去报导 这些记录都是无辜 或者是很难找到的 西营盘楼宇发展成熟 区内有不少丹堂式大厦 而且楼宁都比较高 今集介绍的租盘都不例外 开析三房图保养又是怎样 我们一起看一下 西营盘在早年开始发展 住宅楼宁普遍达到30、40年 大多都是丹堂式 西半山的指标物业 大多分布在罗边神道 江德道同班含道一带 受中环白岭的欢迎 今集会带大家看看 位于西半山江德道52号的进豪角 屋苑在1993年起入伙 楼宁29年 单堂式发展提供288伙 主打两三房单位为主 屋苑的实用面积由521尺至802尺 附近环境凌静 又靠近中环半三扶手电梯 可以利用天桥直达IFC国际金融中心 参观单位属于三房套年一个车位 是放租单位中比较罕有 面积682尺 客厅是传统日子厅 客、饭厅分明 可以轻松摆放大型架丝 相对灵活 地下铺左深色木地板 墙身仍然保养得宜 设有长型枪台和大枪 引入充裕天然光 外望附近柳景和对出的屋苑泳池 饭厅有一只对楼窗 有座空气流通 门口内陷鞋柜 提升储物空间 左边是耿厨房 空间不算小 设有U型工作台面 在煮食上也更方便 另外设有洗衣机、煮饰炉、升盘等等 保养不错 经饭厅进入 客厅采用名次设计 富有浴缸 租户可以浸浴放松一下 看看这间小房间 间隔方正 和客厅一样外望扭境 来到主人套房 有窗 最后看看这间套厅 黑白装修风格 简洁大方 同样设有浴缸 还有商开门鼠墨镜 整体保养良好 代理介绍 同类型的租盘量少 只有四个租盘 参观单位月租叫价33,500元 拆租大约49元 区内属于小学11区校网 轮近西盈盘港铁站交通便利 楼下有小巴 巴士接驳到各区 到IFC西盈盘港铁站 车程只需要6分钟 节目时间够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